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 就是将 我们下相机的这个有将士相 将 将 这个字 在将本文里面 它的写法呢 它是这样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边是一个半 无语里面有一个叫啥北 武北 港北 就是把那个柱子 或者是木头 一撇脸 走边 叫半 有一个叫片 柱子或者木材 撇下来的不规整的一长条 成为半 这也就是啊 你开了一半店 现在也用这么一个字 就成为半 这呢是两只手 意思就是 人家劳动 把这个柱板 或者是杀板 在房屋的走位 撒起一个围来 因为在上古时期啊 这个野兽很多 紧张触摸人的 居住地 为了使居住地呢 安全 能够得到机构 所以在居住的地方 就能用这个杀板 或者是做本 做起一个围来 起来 这个字到经文的时候 它的意思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它写成一个什么呢 写成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是这一个本 底下呢 它就写了有好多的东西 有的呢是写一个符 就是装了 酒的一个容器 有的呢 这里面写了肉 还有的是 写的是五个扎凉 它的意思是什么 把这个就是 叠为一个集 集是天地生灵 主线用的那个集 且经文的时候 它的意思 发生了 彻底的改变 下面呢 我来把这个字 它的写法 来引识和大家的气氛下 在写完里面呢 它现在这样 这个头上有点的弧形 这是两只手 这就是杀板 意思是两个手 按这个手 在图里面插进去 这样的绳索把它编好 做成一个围来 第二个写法呢 它这样 就位置掉了一下子 它一直说 它一直说是写成这样的一个石 还有一个呢 写成这样子 G3块里面 它这样行 一只手 在这个上面 一只手 在这个下面 抓住那个左边 一上一下子 从那个图里面插进去 这个指的经文是一个呢 它下面和旁边加了一些符号 它的字意发生了改变 在经文里面 它这样写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呢 在画门里面 它是个指 指的作用呢 它就是放在酒 我们的里面 把那个酒做 和酒 隔开了一口 咬酒的时候 就不会把那个酒做 那个咬出来 相当于今天 我们泡茶的时候 有一个隔内 茶也 不会喝到嘴里面去 它就起这个作用来 这是第一款 第二款呢 它现在这样 在经文里面 这个不代表撒北 这个里面 代表祭司的那个 用具 鸡 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呢 小桌子小台子一样的东西 就是把这些 好吃的东西 这是两个手捧着肉 放在这个鸡石的鸡上面 鸡石天际森林 这个字 这个经文里面 它有好多种写法 写了以后呢 它里面是 表示在那些 东西和内容 都不相同 第一箱块里面 它写的这样 这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看得稀奇吧 这个呢 就成为一种 这个字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鸡石的鸡黑 里面抓有五个炸粮的一个容器 这叫鸡 今天丰收了 把这些五个炸粮 要拿出来 鸡石天际森林的树立宗 第四款 它是这样写 第四款 今天丰收了 这个标子 这个标是 这个标是梅酒 把梅酒放在这个 鸡石的鸡上面 小栅里面呢 它基本上是 从这个字够来的第二款 小栅它这样写 这是热 这是个祭祀的鸡 这是个蛇 手捧着肉 又加了一叠 是个寸 强调用手去拿 捧 所以小栅就写成这样 所以这个字呢 它在栗树里面 它写成这样的写 一叠叠 第一续 恒房碑里面 它就写的这样 这个字 顺便设一下 这个字在这里面 它是写成像一个舟 小川 这上面是写的一个肉 这不是月啊 不是月亮的月 这是代表肉 这个呢就写了一个小咒 因为古人他在竖写的时候 经常喜欢环游 不是说这个人 策法家把这个字写臭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字在开始的时候呢 它就写成这样 所以这样这个字的本意 就是用双手 把这个拜 就是做拜啊 啥拜啊 去做围来 所以这个字要做围来 所以需要浮处拜 所以就衍生为了 福和智 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